欢迎收看亚洲变化 今天为各位观众带来安倍遇刺身后的背后 以及习拜峰会铺垫米利首次和李作成会谈 王毅东盟布局 以及印尼主办G20左科的亚洲静默外交 首先还是让我们来关注日本前首相安倍遇刺身亡的分析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遭到枪击后 因为伤势过重不治身亡 终年67岁 他创造了二战后担任日本首相最长的记录 他对日本政坛有何影响呢 首先值得观察的是 刺杀他的人曾经在日本海上自卫队服务 他叫做山上侧野 今年41岁 目前在奈良市居住 他用的是自制的武器 在相距不到五公尺的距离向安倍开枪 现场还产生了白烟 正在演讲的安倍被从后方袭击 倒地后可以看到他的左胸口出血 意味着子弹从安倍的后背贯穿了胸部 当然伤势非常的严重 日本媒体报道凶手开了两枪 第一枪伤到了安倍的脖子 第二枪是造成安倍致命的一枪 日本媒体报道凶手在开枪后 并没有逃跑 立刻被现场保安制服 他对调查人员表示 不满安倍的政策 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值得推敲的细节 因为日本媒体并没有说明 凶手基于什么立场 要自安倍于死地 这一点非常值得进一步的分析 如果是因为凶手持有极右翼的立场 因为他曾经担任过海上自卫队的成员 对安倍不够强硬而不满的话 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显示出 二战后日本的极右翼的阴魂仍然存在 安倍在日本政坛上虽然没有像石元圣太郎等右翼 这么右翼 但他的亲信如高四早苗等 可以被视为非常右翼 安倍在卸任后 对中国也不断的发出强硬的信息 因此如果凶手是右翼的话 安倍可以说被杀得非常冤枉 如果最后被证明是右翼所为 那么日本政坛在短期将会对极端右翼思潮 采取一些措施 希望能够节制 如果是左翼作案的话 那么原先在日本就属于少数的左翼的地位 将会遭到日本主流的质疑 更加的边缘化 安倍的死会对日本高层政治人物的保安 更加的加强 今后重要的政治人物 参与选举演讲 防弹剥离可能成为标准的配备 第二个值得分析的是 对安倍进行评价 安倍能够两次担任日本首相 并在日本平凡换首相的时候 接掌政权成为日本二战后 在任最久的首相 在政治手腕上确实有两把刷子 观众们对于安倍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对于我来说 安倍的几个历史镜头历历在目 第一个是他到访白宫 特朗普在镜头前对他进行了标志性的握手 安倍强忍着特朗普刻意的强力之握 在镜头前满脸堆笑 但一松手立刻口吐舌头显示痛苦 这个镜头显示了安倍 为了他心中的日本国家利益能屈能伸 而在特朗普访日时 安倍陪他打小白球 安倍的表现就更经典 他一个不小心跌下了一个坑 完成了身体360度的一个 可以说是回转 60几岁的他并不淫义为义 反而拍拍屁股若无其事的继续 那他不但显示了身体的柔软 也显示了政治身段的柔软 还有就是面对俄罗斯总统普京 安倍应该是在安排上 这个稍微迟到了 于是小跑步上前和普京握手 安倍为什么那么重视和俄罗斯的关系 原因不但在于北方四岛 更在于日本推动的国际大战略 他希望能够和俄罗斯做朋友 不要让俄罗斯倒向中国 而安倍在任时提出的发展 这个经济的三支箭 这个策略禁畏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效 但他提出的印太战略 却得到了美国的支持和继承 现在在地缘政治上 美日奥印联盟抵制中国影响力 逐渐成为现实 因此从日本的角度来看 安倍对于日本政治的影响 尤其是在地缘政治方向的引导 他会是长期性的 第三个值得分析的角度 是安倍的死对于日本政坛的影响 日本即将举行参议员的选举 预料自民党执政联盟仍然将取得优势 短期之内在野党的制衡力量 还是非常微弱 但对于日本的派伐政治来讲 却可能引发政政的涟漪 原因是安倍掌握的最大派 安倍派前身的亲和会 权力可能进行改组 而由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掌握的洪池会 在日本的派伐政治中 只属于少数 如果派伐政治这个决定 日本权力结构的因素 继续起作用的话 安倍的 过世无疑会加快日本各派伐的权力重组 对于自民党和日本会不会重复 几乎不到两年换一次首相的现象 值得我们关注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 这个习拜峰会铺垫 米利首次和李作成会谈 王毅东盟的布局 中共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 7月7日跟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进行视频通话 李作成在首次的跟米利通话的时候强调 中方在事关国家核心利益问题上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 要求停止美台军事联系 避免冲击中美关系和台海稳定 我们注意到 在最近一连串的沟通 除了这个比较经济性的刘鹤跟耶伦的会面中 不是会面 这个会谈中 没有提及台湾议题 在军事外交的领域 几乎每一次都会提到台湾的议题 也就是中方认为 护兰是非常清楚了 在台湾议题上必须要非常的明确 那李作成还强调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 新时期中美相处应该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合作共赢 拜登多次做出四步亦无意的积极表态 中方对此高度的重视 只要坚持两国元首战略的引领 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中美完全可以共同发展相互成就 还是延续前一个阶段 中方一直强调了一些的原则 那在会谈中 这个米利强调中美有必要负责任的管控竞争 维持沟通渠道的通畅 非常必要 特别是美方要和中国人民解放军 参与实质性的对话 改善危机沟通和降低战略风险 这个是中美高层一个月之内 第二次的沟通中国国务院 国务院的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 魏凤和先前在上月10号和美国国防部长 奥斯丁曾经在新加坡 这个香格里拉对话会举行会面 双方当时也救了台湾问题 阐明了互相的立场 奥斯丁也讨论了中美有必要负责任的管控竞争 和维持沟通的畅通 另外除了在军事层面以外 在外交层面上中国外长也将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谈 但两个人碰面前 王毅特别走访了东盟的诸国 外电甚至把王毅的东盟行称为 中国在关键的战场上进行的外交闪电战 在泰国 王毅获得了泰国总理的承诺 宣布将完成两国之间价值52亿美元的铁路连接计划 完成连接中国老挝以及泰国的铁路 衔接三国的经济走廊 促进物流贸易和经济的发展 在菲律宾王毅和菲律宾新当选的总统马克思会面 要开启一个两国的黄金时代 王毅还强调北京不希望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争议 这个单一议题上来决定中国跟菲律宾之间的关系 王毅还出席了在缅甸举行的会议 这是在缅甸军方发动政变 遭到国际普遍的谴责跟制裁后 中国外长首次访问缅甸 缅甸同意加快发展跟中国的经济合作 并实施跨境的电力协定 王毅为期11天的访问 被视为是中国推动反制美国印太战略的一部分 通过强调共同利益来缓解东盟对中国意图的疑虑 在印尼巴里岛G20外长会议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面前 王毅还分别和印度的外长苏杰森 以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 中印外长互相表达了和解的意图 和拉夫罗夫见面 则是俄罗斯发动俄乌战争后 双方第二次的面对面会谈 从刘鹤跟耶伦 李作成和米利 以及王毅和布林肯的会谈可以看出 双方在经济军事外交上密集的会谈 希望能为预料在近期举行的 习近平和拜登再次的峰会奠定基础 布林肯上一次访问东南亚是在去年12月 当时他前往了印尼和马来西亚 但由于随行人员有人确诊了 他被迫跳过泰国 布林肯这一次将通过曼谷之旅来弥补这一点 近几个月来拜登政府一直试图加强 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 在白宫接待了东盟的领导人 并在5月访问了韩国和日本 推出了印太经济框架 大多数亚洲国家不愿站在一边了 而是寻求与两国都保持良好的关系 另外值得我们关注的是 印尼作为G20的主办国 力促俄乌和解 总统左科采取的静默外交和西方很不一样 在今天的G20峰会上 还发生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遭到参与的 应该是有记者的质疑 这个插取 这是俄罗斯外长在俄乌战争发生后 首次参加大型国际多边的会议 在此之前 印尼总统左科低调地访问了基辅和莫斯科 作为G20的东道组 分别向泽连斯基和普京发出了邀请 在今天举行的G20外长峰会上 主办国印尼外长也表达了对于俄乌战争影响全球经济复苏 造成发展中国家贫困人民更加受苦的忧虑 他呼吁尽快地结束俄乌战争 印尼宣布一起复苏一起壮大 将成为担任G20这个今年的主题 G20的成员现在在世界上 总体的GDP占了90% 许多G20的成员国呼吁在所有会议上 将俄罗斯排除在外 但是20国集团成员在这个问题上 存在严重的分歧 中国印度南非和印尼都没有加入 美国领导的经济制裁 印尼也似乎成功地抵制了来自美国 和其他几个G20成员国的压力 这些全员国早些时候曾经要求 邀请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到巴黎岛参加峰会 印尼现在还有五个月的时间来领导G20发挥作用 然后在今年的年底 会把主办国这个权力交给印度 11月的G20巴黎岛峰会 值得我们共同来关注 预料美国总统拜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俄罗斯总统普京 以及印度总理莫迪 还有包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都会出席 其中习近平可能对印尼进行国事访问 在亚万高铁 也就是中国跟印尼双边的合作方案之外 除了亚万高铁以外 寻求合作的新契机 好 今天为各位带来了三组议题 希望各位喜欢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